問題的話隨時要問 現在我們要設計一個0到100度C的溫度計 那我們知道說 電流型的這種溫度計的話 它會有至少有兩種方法 壓降法 然後還有分流法 電阻電橋法 然後有源電橋法 之類的很多 那我們這邊 在課本裡面 課本第五章 它使用了兩種方法 一種叫壓降法 一種叫分流法 那我們現在要講的是壓降法 那感測器的特性 我們已經在上一個單元已經看過了 它是溫度的變化 會產生電流的變化 那在0度C的時候它是273.2μA 然後每增加1度C 它會增加一個μA 那現在呢 我們要有一個設計規範 我們的設計規範是這樣 0度C的時候 我們希望它的輸出是0幅 100度C的時候呢 它的輸出是1幅 那你有這些規範之後呢 你就可以去取得你的溫度係數 溫度係數就是 你把最大的去減最小的電壓 最大的電壓減最小的電壓 去除以最大的溫度去減最小的溫度 那這樣放出來呢 是10個μV 10個μV 而且不能有Obset 不能有Obset 因為我們有講過了 就是在0度的時候 我們要的是0幅 好 這一個是整體的電路 現在大家看了 如果你之前是OK的話 你看到這個電路的話 你應該就可以開始知道說 它大概在做什麼 比方說這個地方 一看 有一個電 有一個這個變壓器 對不對 它就是把110V 這樣的一個交流電 變成12V 正V 那個RMS是12V的 這樣的一個交流電 不是正V 等一下我們會看一個 比較詳細的數字 那這邊呢 是一個全波整流 這是一個全波整流 那全波整流完之後呢 如果加上電容的話 它會做什麼 濾波 它會做濾波 OK 所以基本上呢 這是一個什麼 交流轉直流的電路 對吧 那781的是什麼 你們知道 R12V的 正電壓的什麼 穩壓器 為什麼要有穩壓器 濾完波之後 它那個抖動 是還蠻大的 所以透過一個穩壓器 可以讓你的 電壓更像 一條直 這個真正的直流 OK 好 那7812是正的 所以它會輸出一個什麼 正12V 的一個電壓 OK 好 那 這邊的話呢 是什麼 這是一個壓降法 因為它可以把 這個電流 然後呢 透過負載 轉成電壓 是不是 OK 好 那這邊呢 是一個插動放大器 這邊是一個插動放大器 那這邊有一個 LM329 是一個參考IC 這個參考IC的功能 就是要產生一個什麼 2.732 為了要消掉 Obset 好 那我一個一個再繼續往下講 這個是交流轉直流的一個電路 好 原先呢 是一個交流電 然後它的正幅是110 可以更號2 110呢 指的是RMS 如果是正幅的話 是不是110更號2 對不對 電流的時間有假吧 有齁 不要忘記了喔 好 經過變壓器之後呢 你的正幅呢 變成12更號2 12更號2 那個12是RMS 如果是正幅的話 就要再乘更號2 那這樣的話大概是17幅左右 那還是懸波 還是一個懸波 好 有一個全波整流 經過全波整流的時候 然後不半周期的 全部變成正的 正的電壓 那這兩個電容呢 這個其實100microf才是濾波 0.1個microf是為了讓78125 壓齁 不過沒關係我把它整個都看成是一個濾波 它就會變成好像是直流 因為有充換電 然後呢 可是呢 它在一個組位上 會抖動 那個抖動 稍微大一點 那再經過呢 那再經過呢 7812 這樣的一個穩壓 穩壓IC之後呢 出來就會得到一個比較平一點的 那事實上 雖然它 看起來 畫出來是一條直線 事實上它還是會有點抖動 還是會有一點抖動 還是這個叫做repo 這個東西叫repo ripple 中文叫連波 有一些repo 在那邊抖動 這是交流轉直流的電路 它的功能就是把一般試電 轉成你這些IC要用的定壓源 或者是你要拿來減掉offset那些的參考電壓 或者是說定做那個定電流源或定電壓源的時候那個參考電壓 好 再來呢 是一個電流轉電壓 因為AD590呢 是溫度變成電流嘛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樣的東西 因為這裡的電流等於0 I等於0 所以呢 我透過一個電阻 然後這裡就會變成 它的電壓就會變成IT乘以R 所以把電流轉成一個電壓 那這邊我們設計的是10kΩ 10kΩ 可是各位看一下 在課本上呢 它會去用一個9.1k的固定電阻 跟一個1k的可變電阻 好 各位知不知道為什麼要把它變成 從這個變成這個 你知道 他們寫在上面啊 你真的可以拿到一個電阻就是10kΩ嗎 不行嗎 對不對 好一點的是不是 只有一趴對不對 低一點 爛一點的有5趴 所以想想看5趴 5趴出來之後 這個Vt 假設它乘以10k 它如果5趴的話就是什麼 9.5k 這個乘以10k跟乘以9.5k 你覺得那個溫度係數會一樣嗎 就不一樣了 你整個就錯掉 就了不了解 所以它不是用一個真正的固定電阻 那個我們在設計的時候 你都可以這樣直接畫一個10k 那在做MatiSim的時候你可以放一個10k 可是實際上你在電路上的時候 你絕對不能拿一個10kΩ的 就直接把它放上去 你必須要拿一個接近10kΩ的 再加上一個可變電阻 然後去調 然後去量 它很接近10k的時候再把它放上去 這樣懂嗎 好 另外呢 這邊是一個參考電壓 好 參考電壓 這個參考電壓呢 是LM329 這一個參考電壓IC 這一個呢 它的那個電壓 輸出電壓是6.9V 6.9V 6.9V 然後 因為我們要把那個2.732把它刪掉 把它消掉 所以呢 我要製造出 從6.9V我要製造出一個2.732的 那這時候呢 就用一個分壓就好 用一個分壓就好 那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為什麼 不把這裡 假設這裡已經得到一個2.732 為什麼不把它直接接到後面的電路去 而要再加上一個buffer 會有負載效應 對不對 負載效應就會讓這個2.732就不準了 通常都會吧 增加還是減少 減少啊 有些電流被流過去的 會減少 好 所以 這個OP呢 其實它就是為了要降低負載效應 記得 好 好 那插動放大電路 剛剛講的那個產生2.732 它就直接拉過來 然後呢 這個是我們那個就是 用壓降法 得到的那個 output的電壓 那這裡有一個offset 那再用一個插動放大器 兩個一減 好 兩個一減 那就會得到10ma 然後度C乘以T 那這個的放大倍率是多少 一倍 這個插動放大器 一倍而已嘛 對不對 它除它嘛 剛好一倍 一倍 那到這裡的話 基本上就 已經達成我們的要求了 那剩下這邊的話 你就不用管它 因為它只是 把這個輸出電壓 要把它轉換成那種 那種指示 指示 那個 數位電表的那種指示器 那這些 電阻都是為了 怕這個電流計燒掉 那我們現在不用去理它 因為之後這些東西呢 我是希望你們就要直接接到 接到那個就是微處理器裡面去的 OK 好 所以這個是整體的一個電路 我把那個交流轉直流那個把它卡掉 各位就可以再看一下 它的觀念就很簡單 從這裡 AD590 然後它的是273.2麥克蘭培加一個麥克蘭培 然後利用壓降法 你就得到2.732輔加10個 這裡寫錯了 minivolt minivolt 好 然後呢 這裡 之所以要buffer 不直接接到R7 vb 也是為了 避免什麼 負載效應 對不對 負載效應 好 那這一點Vb的電壓呢 因為這是一個buffer 所以就直接過來 2.732加10的 ma 數Ct 那這個2.732要拿掉 所以你要產生一個2.732 那以前是不是 在這邊就直接寫一個2.732 對吧 可是2.732怎麼來呢 你要從12V 12V 12V 那個紋壓器出來 可以直接拿來做參考電壓嗎 不行對不對 我們有講過嘛 因為它 誤差太大了 所以呢 用一個比較精密的 LM329 就是參考電壓RIC 然後它是6.9V 你給它12V之後 它是會輸出一個6.9V 然後再利用分壓 那這裡有一個OP也是為了 避免負載效應 所以你要產生一個2.732的話 你要從這邊劃過來 就是從這裡 從12V 就是7812那邊 再經過一個LM329 再經過一個分壓 實際上就是這麼麻煩 OK 那為了是什麼 為了就是要得到一個比較精準的 一個參考電壓 OK 這是已經進入到實際的設計 然後你在 你在 那個 要把它兜成電路的時候 你就是要考慮到這麼多東西 好